再來第九題 小玉想要送給五個同學 每個人一個手工風箏 那他每天工作四個小時又三十分鐘 對不起四個小時又五十分 一共花了三天才做完 請問你他做一個手工風箏要花多少的時間 我要送給五個人 一個人一個風箏 那我就是要做到五個風箏嘛 所以這一題你就把他全部做的時間 乘起來 全部做的時間再去除以五 就知道一個風箏多少了 你就知道一個風箏多少了 所以四十五十分 乘上三倍再除以五倍 就會是我們要的答案 那同理因為有除法 所以變成最小單位 這裡叫做六四二十四 兩百四加五十 好這兩百九十分鐘 乘上三 再除以五 好所以你這裡就 看你要怎麼做都可以 然後這裡叫做 三二六三九二七 八七零 除以五 好寫這樣各位都看得懂 所以答案叫做一百七十四分鐘 所以他做一個風箏要一百七十四分鐘 可是你的答案當然不能回答這樣 所以你就回答他 兩個小時 然後少掉一百二了 五十四分 好所以他做這個風箏 一個風箏 他要花到兩個小時又五十四分鐘 好